当然它的逻辑其实蛮简单的 它的逻辑是这样子 它的资料来源特别需要 当然未来可能这个资料也许分在不同的工作表 左边的部分是资料来源 右边是我希望把它分割开来 那也就是说我在我的资料来源是B栏 那B栏的资料你会发现 入职时间姓名公号内部号码 这四个一组 再来又重复了 入职时间姓名公号内部号码 又一组 那我希望这个纵向的四个 可以把它帮我排成横向的四个 另外因为上面已经有栏位名称了 那我希望把资料带过来同时 也可以顺便怎么样 帮我把前面栏位名称也去掉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 那只是说怎么做比较快 所以 右边是已经看到结果了 我们是希望先把它delete掉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希望重新再来go 那用什么方式来做 当然比较快 不过如果你不会快点的方式的话 可能也只能用涂法链钢 涂法链钢 那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 应该了解这个逻辑吧 就是 横向的 但是不包含栏位名称 我希望搬到这边来 搬到这边来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第一个想到 查询 最常被想到是vigo函数 不过这个地方 用vigo函数 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查什么 lookup 没有嘛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如果你用这一题要 可能啦 我是建议啊 很多时候 倒不如直接想到就用vigo 有时候反而用vigo更快 反而你用内建的函数 有时候还没有vigo的快速 我是这样想 不过前提可能你要对vigo熟悉 你对vigo熟悉之后的话 我想你可能就会 干脆就跳过函数算了 直接就自己写 因为有些函数反而麻烦 要想很多逻辑 像这一题的话 第一个 你不能用vigo函数 但是你可以用像index 或者像indirect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用index来做的话 我该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过啦 插入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index 那index函数呢 当然哦 按直接按确定好了 我们用预设的 他第一个会跟你讲 问你说你的array在哪里 然后到第二个问题是 那你这个array 意思说你 你给我的那个来源范围 你是要递几列的资料 第三个问题是你要的是 第几篮的资料 所以第一个array 这个来源 这个来源就是从这边 那所以我就直接把那个什么呢 B2一直选 选到下面 所以CtrlShip向下好了 B2先选 然后CtrlShip向下 这样比较快 但你也可以往下拉啦 不过我有时候资料一多的话 你要拉很久 CtrlShip向下反而快很多 第二的话 他有问题说 那你这个资料里面 你要递几列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你要递几列的资料 那我要第一列的资料 所以给他1 那你要递几栏 因为这边只有一栏 所以呢 只能是1 OK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哦 入职时间就带过来了 那当然再来姓名的话呢 其实同理可证嘛 其实如果说我今天要做的话 这边应该什么 蓝是同一蓝 因为指于蓝 那列的话呢 应该是指的什么 他的下一蓝 下一列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把同样的公式贴过来 改成2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要把那边的资料 带到左边的资料 带到右边的话呢 那基本上 你可能要先变出什么 这边是1 2 3 4 然后呢 5 6 7 8 一直到多少呢 可能他全部32 32比吧 所以你可能要一直到32 也就是你 你刚才第一个 你要怎么样 先把那个数字表格先 那所谓的数字表格是 你要抓的是 第几列的资料 那前面呢 我们有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要先产生 那个数字资料的话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有好像那个99层法表里面呢 我们用到一个叫做那个Column Column 参考到第四栏 向右填满 第五、第六、第七 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剪掉 然后 假设我要参照的是第一 第一栏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它剪掉3 打个勾之后的话 向右填满 那你会发现呢 他参照到的都会是1234 那如果我希望呢 1234 5678 一直到32的话 那前面好像有做过 有没有类似的概念 就是我的习惯是 加上 因为呢 如果在下一列的话 应该要加上1234 4的倍数 就1加上4 那5啦 5678 再来就是4的两倍 就8嘛 就是90 1112 一直被推 所以呢这个固定的规则的话 我们可以后面 我的习惯是加一个Row Row怎么样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Row 它目前会抓到 你现在所在的列 但是它现在是第二列 你可以把这个第二列先剪掉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一列 不加上4的倍数 那先剪 所以先把它前刮弧 后刮弧一下 意思是说 我这一列 我不要加4的倍数 所以乘以4 但是呢 如果我向下一列的话 诶 有没有2 2就变成3嘛 那3如果减掉2的话 它回来1 那1乘上4呢 4的1倍 那如果 假设这个地方 往下是4的话 4-2就两倍 三倍 以此类推 所以其实这招 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要产生一个数字表 都可以用这种类似的公式完成 其实我蛮常用这种公式 然后向右 向下 OK 第一个 那我们就产生1到32的表格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表格里面的这个数字 直接放到index里面去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把资料搬过来了 但是搬过来 第二个问题是 诶 资料搬过来 可是我还要怎么样 把前面的栏位名称给去掉 但是你不是说搬过来之后 后面又突发眼干 不是 所以哦 你要怎么样最快 可以把 搬过来的资料 前面的 诶 其实你会发现 冒号前面 包含冒号的资料 全部把我删掉 所以如果说你要冒号前面的资料 包含冒号的话 其实有几种方法 要不就你可以用什么 5函数 有没有 寻找它的位置到第几个 然后呢 以后的再密的把它切割 这一个招啦 不过 我觉得这招好像有点 没有很 就是 稍微复杂一点 另外有一招什么 入职时间姓名公号 诶 你会发现哦 刚好跟它这个规则怎么样 是一样的 它的长度只差一个冒号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上面的长度 去加一个字嘛 然后如果要切割的话 就下一个字 所以加两个字 再把资料给抓到这边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们也许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你先产生1到32的表格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第二阶段的话 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用什么 用那个Mid 用Index函数 把资料真的抓过来 那第三个阶段的话呢 就是再把抓过来的资料 的前面的栏位名称给去掉 试一下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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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